彻底属韩章 越吃越不过瘾 哎呀得吃点肉才好呢 还没有 韩章拔着脖儿 往那院里看 一头这院里啊 有十几只鸡 其中有一只大母鸡挺肥 张贵的 那鸡是谁养的 我养的 咱俩商量商量 这么样行不行 你把那个芦花那个大母鸡 你给我宰了 顿上它 我多给钱 这鸡太好了 我全只它下蛋 这这样宰了我 没关系 我加倍给钱 不让你亏本 你下回再买鸡去 指定能买回好几只呢 怎么样 好吧 要大爷您这么说 我就 我就豁出去了 掌柜的一咬牙 去抓那只鸡 一会儿抓着 哎 把这鸡就退了 收拾完了 哆哆哆哆哆 搁到锅里头 搁上左辆 开始炖这只鸡 因为这鸡啊 年头多了 一半会儿还顿不熟 韩章呢 就先在这吃这些东西 那个老头忙自己的事 韩尔爷一边吃着 一边心里头想 这花蝴蝶 落在哪儿了呢 这个小子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 想自己抓过不少贼 像这采花贼也不是没抓过 像这么狡猾的 还是偷一个 我非要会会此人 给本地出汗 不抓住他 我不离开新杨州 韩章一边吃着 一边想这个事 摸摸兜里的钱 因为你出门在外 没钱怎么活着 想要做到心中有数 韩章往腰里头一摸 哟 傻眼了 兜里的钱呢 一点都没剩 带了个首饰包 首饰包也没了 韩尔爷脑子嗡咪一声 赶紧站起来 摸摸这摸摸那 什么也没摸着 韩章这汗也出来了 这些年的积蓄 都在腰里缠着 结果都没了 韩章一想怎么丢的 奇怪 哦 忽然他想起来了 准是方才没的 哈哈 那个小孩跟那小伙 那是一道买卖啊 我上了他们的当了 嘿嘿 韩章越想越可气 二爷真猜对了 方才那真是个买卖 小伙拿棒子打孩子 那是假的 那小孩撩衣服 钻到韩章 身子里头去了 韩章跟那小伙子 讲话的时候 这小孩这手就做活了 在里边连首饰包 带银子 全给拿走了 你是这样高不高 韩章一想 我是陆里人 终日打宴 叫宴把我眼签了 嘿 真是长得老 学得老啊 但是钱没了怎么办 一文钱 憋倒英雄汉 就拿现在这事来说 又让人家炖母鸡 又在这吃 又在这喝 完了没钱 想话吗 怎么交代 韩章就冒了汗了 他心里着急 照在这么个时候 顺着大道跑了一个人 这个人满头大汗 连声也不好看 就进了大夫居了 挨着韩章 拉了把椅子一坐 张掌柜 老赵头 来来来来 快给我拿点吃的 吃完了我还有事呢 大概这掌柜的姓赵 老头一转身过来 哟 庄园呗 您这是上哪去 家门不幸啊 我吃点东西 还得进城告状去呢 韩章一听 就去愣 因为不认识人家 就在旁边听着 这赵掌柜的就问他 庄园呗 出什么事 你说这世界上怎么这么乱呢 我外甥女儿丢了 啊 就是叫那个小姐姐 没了 就是她丢了 你说这事怪不怪 孩子洗着洗着衣服 人没了 光剩下衣服和大盆 你说她能上哪去 丢了两天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不用问 不是被谁给拐走了 就是被拍花婆给拍去咯 天呐 我姐姐就守这么一个孩子 老人家哭的死去 活来都要疯咯 我没有办法 我到衙门去搞状态 韩章一听 肯定与花蝴蝶有关 不然的话 就是有其他的坏人 行上爷又一想 这事我得问清楚 再者一说呢 现在分文皆无 找个人替我算算账 帮帮我的忙 我再帮帮人家的忙 这不两合事吗 本来韩章这人挺轴 不爱说话 这这叫钱憋的 也爱说话了 韩章扭过身来 看看这这 一瞅这位 四十多岁 黄白镜子肩下壳 两撇壶 穿的呢 也一般 就说叫园外 也是土财主 我说你贵姓了 这园外抬头 看看韩章 霸字 穿手裹段 背着把刀 二目如箭 听这口音 又不是本地的人 没敢小瞧 好汉 我离这不远 住的靠山屯 我姓庄 叫庄智和 哦 庄园外 方才你说 你外甥女儿丢了 可不是吗 丢了两天了 哦 你别着急 这个事情 我可以给你帮忙 是啊 哎呦那是恩公 好汉爷恩公 庄智和跪倒 就给韩章磕头 就赖上 韩章说你起来 我说话算数 既然我说帮忙 我就帮着你 好汉爷 还没问您尊姓大名 我呀 姓韩 我叫韩章 我是松江府 花亭县 卢吉庄的 什么 韩章 我先述个最说 大武艺的彻地鼠 是您不 嗯 你也听说过 哎呦 韩二爷 说个韩二爷 跪下右客头 连这开饭馆 这赵掌柜的 也跪下了 又二爷市民啊 久闻大名 未见其面 没想到人 大驾今生 到这儿来 小人眼多 小人眼多 还能说起来 起来 起来 哎 二爷一想 行了 这顿饭钱 不发愁了 他把庄智和拉起来 详细问了经过 庄智和 一把鼻鼻 两把眼泪 把这事说了 哎 好兄爷说这么办 我呢 负责给你办这个事 你乐意到官府去报官 我也不拦着 两方面使劲 哪一方面 把你外甥女儿找的都好 好兄爷 我冒昧再问您一句话 您 这哪儿落脚去 我到什么地方找您呢 您把孩子找着 往哪儿送你 你不住在靠山屯吗 我给你送的家 不就算了吗 那您住在哪儿呢 我这 韩张一想 吹了半天 连个安身地都没有 这开饭馆的老大头你看 二爷 咱这么办行不行 我这就我一口人 老伴早没了 你看着没 我这院也宽敞 后边好几间房 您要不闲事的话 暂时住在我这儿 抓住这个什么坏人 是不是呢 您把这事办完了 您再走也不晚 韩张一听 郑重下怀 没地方住 住这儿还真不错 韩张点头答应 他答应完了 庄志和说咱这么办吧 我还得到衙门去一趟 抱抱关 咱们两方面使劲 庄志和告辞起身 韩张这心哪 这才放下 踏踏实实的 在这吃饭 这会儿这鸡呢 还没太炖好 老头啊 拿个酒壶 给韩张打酒去 因为一听是彻底数 格外的尊敬 跑出去一里多地 也不是在哪儿 弄了一斤多酒 给韩张热完了 端上来 行人也在这儿 吃着喝着心里挺高兴 正这时候 顺着街口又来个人 一瞅这位 歪戴帽子 闪拍着衣服 手里拿把小丝 一说话赖赖赖赖的 这无观察的 跟那包子伏了 这难看就崩堤了 小毒头算的鼻子 还往上翻翻着 卖顾就进了饭馆 我赵掌柜的 你这饭馆变了 怎么这么香啊 顿鸡那是怎么的 赵掌柜你看 不爱理他 一瞅这小子是变家团的 姓变叫变鸡士 人们恨他 都管他叫变鸡士 让他爹变龙 有两个糟钱 这小子在外头 胡作非为 就是个臭无赖 吃东西也不给钱 见着什么就掏一码 见着女人还卖不动步 就这么个家口 所以万人烦 赵掌柜的没理他 照样来那掀开锅盖 祸入这只鸡 哎 不是他妈老兆头 你长痒了你啊 少爷问你话呢 你听见没 你哪儿头堵什么了 我告诉你啊 你那是炖的鸡啊 今儿我非吃不可 嘴里骂骂咧咧 就坐在寒帐旁边的 行爷一看的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朋友 那只鸡 是我炖的 哎 喂 你炖的 是你带来的吗 不是老兆头的吗 今儿个爷爷我就要吃 吃东西 有没有先来后到 我这儿定下的 你凭什么吃 打也有钱 我就非吃 老兆头赶紧过来劝 一头这二位 便因为这只鸡 他打起来 可怎么劝也劝不了 这便吉士站起来 我多出钱 韩长也是有意调理的 你出多钱 那你出多钱 二也说 五两银子吃这只鸡 五两 我他妈出十两 二十两 二 四十两 六十两 八十两 港来港去 韩长就着急 我一百五十两 我二百两 横二爷不涨价的 那你吃 我吃 便吉士啥的 新说话 二百两银子吃只鸡啊 这只鸡 是金的是银的 吃这个早梅 哎呦 韩长说给钱 他妈今儿不给钱 我宰了你 给 我说给就给 摸了半天 拿那么多钱呢 摸出六十多两银子来 他找他 给你第一钱 老头也不敢乐 心说怎么好 就让你爹 有点糟钱 你说这个糟劲 干脆给我 我就要 他把钱收下 我告诉你 这不够数啊 剩下那舍上 每天我再给 我 少爷您 吃这只鸡 骗 狗屁 我才不吃呢 我认倒没 他瞪了韩长一眼 转身走了 韩长也不敢乐 问这赵掌柜 这小叫什么名 嗨 他叫便吉士 人们都管 他叫便吉士 他爹叫便龙 住的便解团 离这 吃瓦里的 哦 为人怎么样 别提他 方圆附近 没有不恨的 这爷儿俩 一对不是东西 对于手下人 非常苛刻 一个老钱 都赚出汗来 你别看 他们家有钱 对别人 那可太小气了 万人恨 哦 韩长没说别的 为什么要问 他另有打算 书说简断 把鸡吃完了 韩长住在这儿 那赵掌柜得给收拾一间房子 这小屋还真挺干净 二爷总算有了安身之地 但都晚上没事 韩长出来了 一方面仿花蝴蝶 一方面想借俩钱 让哪借 便家团 要取这不义之财 十几里地 眨眼就到 等韩长到了遍体团 找着遍龙的内宅 一看灯光还照着 用舌尖点破窗灵指 往屋一看 有个胖子 这老头 正训教你变鸡屎 就见这变鸡屎 搭着这脑袋 在旁边坐着 他爹变龙 正骂他 怎么又要钱呢 不刚给你 花没了 又花没了 你买什么了 买鸡了 买鸡了 什么鸡 母鸡 母鸡就花那么多钱呢 那还没够呢 还欠了一百多两银子 啊 又安家呀 咱家有俩钱 这不都叫你给我造了吗 那怎么花那么多钱 遇上个大鸽子 黄粮 这小菜不是东西呢 我说我吃 他给我大吃 我们俩就计较起来了 他说他给五粮 我说我给十粮 他说二十 我说三十 说来说去 他说一百五 我说二百 他说你吃 我就吃了 可呸 你白活呀 他那不是调理你吗 调理我的我也上当了 钻进那套去也出不来了 爹 反正咱家有的是钱的 你再给我点 哎 家门不信啊 这俩钱都得叫你给我造了 怎么办吧 你到前院账房 跟李先生说说 啊 把账本 还有那现款拿来 我看看 富裕的就给你 不富裕不给 哎 这便提是出去了 到了账房 端着个盘 连账本 带银子 端了回来 这银子也有几百两啊 韩章一看这么合适 躲在越来门洞旁边 等便提是刚往里走 韩章底就使了个破瓣 破瓣又叫早汤腿 收啪 哎呦 哭痛 便提是摔个跟头 盘子也撒手了 韩章利用这个机会 把银子包拿到手了 等便龙呢 一听院里儿子不是好动静 领着人出的观看 一则是平立怎么摔跟头 屋没人了 韩章利用这个机会进了屋 提提笔来 给这便龙留了个纸条 转身他走了 便龙架着便吉士回到屋 一看脑门子都摔破了 给他上场药包完了 银子包没了 便龙追悔不及啊 心说话一定是夜行人所为 再往桌上一看 桌上有个纸条 上面写着四句话 英雄本姓韩 来到便家团 来找便吉士 为戒 谈川前 哎呀呀 我战谁 按下他们 是报官 是怎么的 咱不说 单表彻底属 这这也有了钱了 心说 起码 在一个月之内 我花钱崩筹了 他把这银子包 挟背于身后 起身 回大夫居 不巧不成熟 他正走到蔓延荒焦 突然抬头 这么一看 在对面来个人 就见这个人 美了八字的 手里摇着把扇 鼻子眼 哼哼的小曲 韩章一想 夜深人静 什么人 这么大胆子 在荒郊野地行走 我是夜行人 难道这个人 也是夜行人吗 什么叫 心说 我正仿花蝴蝶 这小子是不是 韩尔爷想到这 提高着警惕 一闪深 躲着一棵树后 就见这个人 越来越近 借着懵懵的月光 韩章看清了 这个人是个漂亮小伙 你冷不丁的一看 长得好像丁兆会 细眉大眼睛 鼓鼻梁大嘴叉 面如银盆 杂金剑袖 长得挺好 但是你仔细看 他又不像 韩章机灵机动 心说他是不是花蝴蝶 自己没见过 不如今天我炸他一炸 想着这 他把刀抽出来 韩尔爷冷不丁的 把他给拦住 赶住 就这一嗓子 把对面这个人下了一碰 这我 韩章用刀一指 花蝴蝶 你官司犯了 拿走 就这一嗓子 把对面这个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 噔噔噔 退出几步 唰啦吧 大一闪叫 咔咚咔亮 刀也拽出来 那个时候为什么 真是花蝴蝶 那么花蝴蝶是个什么玩意 这是个戳号 那个年头 凡是练武的 都得有个外号 或者叫什么海底椒啊 翻江鼠啊 钻天吼啊 根据这人的特长 有人给贺号 花蝴蝶 不姓花 他姓江 叫江冲 江永志 他是湖北省京乡的人 有个地名叫江家陀 要说这个江冲 这小子天资挺聪明 但是挺聪明的孩子 不走正路 以后就滑到下坡上去了 受一些坏人的拉拢 逐渐逐渐 越学越坏 后来他因为练武术 拜了个老师 这个老师可挺了不起 外人送号 拔不登空 草上分仙 姓钱 叫钱万里 这个钱万里 在大宋朝武林当中 那是头牌的人物 够个剑客的身份 钱万里还有个师弟 叫身手得来乐天成 这两个人 交的江冲江永志的能 你别看他这个彩虎贼 在下的本领高厢 今天见着韩尔爷 自然是一场血炸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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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